受到疫情的影响 民众想要出国也不敢了 就算出远门也是怕怕的 玉女农夫网红小健健 也是如此 加上老婆怀孕 乖乖待在家乡 比较实在 既然想要玩 他就和朋友趁着农耕的空档 拎着轮胎的内胎 跑到自家的田边 玩起了农村版的滑水道 在农忙的生活当中找乐子 各大男人脱掉上衣 肩上扛着轮胎内胎 咚咚咚跑到田边来 一个个扑通跳进水里 见起好大的水花 每个人笑得好开心 滑水道玩了三十年 三十年 没有什么安全的那个固力 OK的 就在疫情敏感时刻 花蕾的农夫网红 小健健和几个朋友 趁着撒完肥料 满身都是汗的时候 来到这儿欣诱一下 想去东南亚 没有办法 加上老婆怀孕 也不太方便出远门 小健健趁着农忙 控党赐予于人 像疫情时间有没有 出国不方便 出远门也不方便 有时候我们工作玩农忙企 玩了之后想要出去玩一下 可是疫情的影响 干脆就待在家乡 待在家乡 待在家乡才发现 你在最寒玩的地方 就在我们农田附近 你看 哇 这最天然的滑水道 穿越水泥桥下 在来个河道甩尾 背对华正面冲 急流一路到底 一旁就是自家田 天然滑水道 不用钱 这个农村版游乐设施 为疫情敏感时期 带来不少生活乐趣 记者高松双遇见采访报道